为中华民国首顾的民族自由 无视习近平不放弃武统台湾 国民党私下发贺电祝贺中国 二十大的事情被揭露 朱立伦还是坚称会捍卫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在16号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 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 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官媒刻意矮化把台湾说是地区 国民党贺电内容也跟着曝光 说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也希望两党持续沟通真诚合作 促进人民福祉开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 莱茵自认是稳定两岸关系 但贺电中的议美言辞让绿营立委连番痛批 国民党执迷不悟 更形容国民党彻底背叛两千三百万台湾人 强调寻惯例没有特别用意 朱立伦的解释看在民众眼里也很不OK 网友一片怒骂说国民党不意外 敌国在恐吓我国还在摇旗助威 是最可悲的政党 二十大中胡国民党发文祝贺 也让朱立伦口中的守护民主自由 听了格外讽刺